女人不让男人碰是什么原因呢 有些女人她就是仗着你在乎她的时候 她越不把你当回事 你越是紧追她追得紧 她反而还吊着你 你越是想跟她亲近 她反而不愿意搭理你 总是让你围热着她去转 什么都得顺从着她 其实男人们也该醒一醒了 一个真正爱你的女人 她是愿意为你主动的 如果她心里没有你 你再怎么努力 都是徒劳无功 白白浪费时间 真正爱你的女人 她是舍不得你为她失落和难过的 男人们明白了吗 这条视频告诉你啊 什么是人性和欲望 别不好意思看 如果你不好意思看啊 那就先点赞收藏起来 等没有人了 自己偷摸看 首先只要不碰利益 所有人都是好人 夫妻不到离婚 你看不到本性 兄弟不碰金钱 你看不到嘴脸 儿女不到病态 你看不出孝子 自己不到末路啊 你看不到亲情 利益面前 没有永远的朋友 您说是吗 第二 穷在闹市无人问 富在深山有远亲 不信淡看 宴中酒 悲悲先进 富贵人 门前拴着高头马 不是青来 也是亲 门前放着讨饭碗 亲朋好友 不上门 有钱有酒 多兄弟 患难何曾 见一人 有同感的 点个赞 第三 天上下雨 地上滑 自己摔倒 自己爬 不要高估了自己在别人心里的位置 不要以为你放不下的人 同样也会放不下你 鱼没有了水 会死 水没有了鱼啊 却更加清澈 所谓人生啊 就是听不完的谎言 看不透的人心 经历不完的酸甜苦辣 这就是现实 第四 人穷不会穷一世 人富 富不过百年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人无千日好 花无百日红 有钱时 不要目中无人 没钱时啊 不要看清自己 金山银山 未必能换来平平安安 大富大贵 也未必能够长命百岁 人生在世 低调一点 不吃亏 善良一点 没有错 您认同吗 认同的点个赞 点个关注 多看我的视频呢 一定不会让你在社会上吃亏 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 你干啥去了 老公我首次呢 我跟他玩了一会儿 跟谁玩的 跟秀业 赢了输了 我输了 输多少 老公你别生气 我没穿钱 没穿钱你咋输的 我把你输给他五天 你呀你呀 你干啥去呀 我 我帮你还赌摘去吧 我 哎呦什么 哎呀 开明回来了 回来了 咋样啊 怀孕了 哎呦妈 这 这不好事吗 我都不敢跟你说 那有啥的 那有啥事就说呗 大夫说的是双胞胎 双胞胎好啊 双胞胎 好啥好啊 我就你一个男人 那一个是你的 那两一个是谁的呀 嗯 对呀 不是 那那那 那个是谁的呀 我不知道 哎呦 你给我说 妹 我来考考你 你考吧 新娘上床不脱裤子 打一个城市的名字 你知道是哪吗 嗯 嗯 起来 对 妈妈 你给我生个弟弟呗 你爸爸出国了 我们等爸爸回来再要 好不好 那为什么不给爸爸 一个惊喜呢 哈哈哈哈 傻孩子 你就是爸爸 最大的惊喜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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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远点 头发夜都鼓得我半熟了 你也不嫌泪挺 不是媳妇 嗯 我才下班啊 啊 我上了夜班啊 我可好回家 哈哈哈哈 头发夜那是谁呀 我也不知道是谁呀 我以为是你呢 哎呦 你妈 哈哈哈哈 来了大夫 啊 男大夫 找男大夫不行吗 不是大夫 我就纳闷了 为什么呢 男科都是女大夫呢 这副科 都是男大夫呢 你看你这话说的 那我学医 我不能学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吗 哎呦 你妈 哈哈哈哈 话这么密呢 走 把坤坤了 给我上干锅 哈哈哈哈 快点点 来我问你 我跟我姐是双胞胎 你是怎么区分我和我姐的 你姐胸下方有颗痣 好啊 你个渣男 果然你俩有一腿 呸 渣男 亲爱的 你是不是气混头了 我是你姐夫啊 没有你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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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媳妇啊 啊 老王把孩子这事跟我说了 啥 不是老公你听我说 这事不怨我 其实那天吧 哪天呢 就昨天的事 啊 打还是打可狠了 你是不是把孩子打了 啊 打打了打了 哈哈哈哈 我告诉你啊 以后不行打哦 哦 这打也我看看 哦 听不听你 听见了 哎呦 你妈 去把窗帘拉上 快点 干啥呀 这饭都没吃 赶紧的 咋的 我说话不好使啊 这才几点呢 快点 这大白天的饭都没吃 拉窗帘 干啥呀 别动啊 给我二百块钱 啥 给我二百块钱 还有你妈 什么事啊 我他妈的 男人啊 只要一接吻 那手比卫星导航还准 以最快的速度 放到他该放的地方 别不敢承认啊 完了姐哥 又咋了 小鱼 我今天上医院检查 我怀孕了 怀孕了 这不好事吗 臭没哭脸干啥呀 好啥事啊 这儿钱花可冤枉了 那冤枉啥呀 花了五百多块钱 还他连是谁都不知道 还有你妈 结婚之前我不想瞒你 我之前打过三个小孩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财礼涨价了呢 打小孩正常 我们村子小孩都让我打遍了 我指的是 我跟我前男友在一起打的 看来你前男友 跟我一样没出息 也欺负小孩啊 你择偶标准挺稳定啊 你结婚之后会不会找小三 那得看老婆是谁 如果老婆是你 就不会有小三 如果老婆不是我呢 那小三就是你 哎呀你流远点 偷白夜都鼓得我半熟了 你也不嫌泪挺 不是媳妇 我才下班啊 我上那夜班啊 我靠回家 头发现在是谁呀 我也不知道是谁呀 我以为是你呢 哎呦你妈 你又入门了呢 媳妇 你说现在这小年轻的 怎么一点责任心都没有呢 咋的了哟 我今天在回来的路上 看到一对小情侣在那吵起来了 都快打起来了 然后呢 你猜咋的呀 是因为这男的给那女的玩了 还不娶人家 哼 那也比我强 咋比你强呢 有些人 瘸也不玩 最重要的是 还不让别人玩 还有什么 哈哈哈哈